特朗普玩上了自我赦免 那以后美国的总统都能开挂吗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刘小飞 这几天美国的媒体啊 还有政客们 尤其是特朗普的那些政敌们 民主党大佬们 最近特别担心一件事 那就是特朗普会不会利用一个总统特权 给自个儿开个挂 把自个儿饶了 根据美国的宪法 美国总统有一个特权 那就是在任何人在反法犯罪情况下 哪怕他没有被起诉情况下 就可以预先由总统一旨涉令 把他彻底赦免了 而且呢 这个宪法条款以前被人引用过 真的出现过一些赦免的事情 你比如说尼克松就曾经被赦免了一回 而总统自己赦免自己这个事 历史上还没有发生过 没准特朗普就开了个先例 那么为什么特朗普最近 握在白宫里边 认认真真琢磨赦免自己这个事呢 我觉得他应该是有算计 特朗普毕竟是美国历届大选中 最不依不饶的一位 最不服输的一位 他这么执着干嘛呀 因为他真的输不起 四年前 从他一上任开始 特朗普就有一身的反骨啊 当然不是反美国了 是反美国的主流社会 尤其是建制派这帮精英们 他并不是一个建制派精英培养出来的总统 他有点点底层草根的意思 在任这四年 他拿出了很多政策 虽然说的是美国第一 虽然说的是要扶植美国的制造业 但是实际上这四年的政策 有点混乱 造成的结果就是 很多工商业机构 其实被打击了 农业出口呢 还好 有点补助 农民基本上没有破产 但是出口这个波动也比较大 再有媒体这块 他得罪的人也不少了 今天指责这个媒体是fake news 明天指责那个媒体是假新闻 跟媒体吵成一锅舟 这都算清的 能跟民主党党魁 能跟议会的这位议长佩洛西 真的在公开场合下打嘴架 甚至到斯文健的程度 历史上也算头一回 那么得学了这么多人 政策上经济上 出现了一些类问题 疫情上 又没有把美国的抗疫指挥好 再加上前几天 那个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还死人 很多人已经觉得 这位总统是要闹政变了 闹的是暴乱 你们看媒体上写的词是什么 这是一群暴徒 用暴徒这个词 来形容了特朗普的粉丝 那么特朗普真下眼之后 是不是有可能入狱 美国社会都在讨论 所以入狱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 特朗普知道吗 他肯定知道 所以他现在觉得自己选举 只能赢不能输 输了就是满盘结输 输了弄不好 真的都大预期了 所以现在真的有可能 面临到一个彻底失败的时候 心里打鼓 那么宪法的这一条 就要用上了 动用宪法 自己赦免自己 说明特朗普 真的已经考虑到了 最坏的情况有可能发生 这条款一旦使用了 玩一次赦免 至少还能保证自己一时平安 至少他在任期间 所做的一切事情 可以通过他一纸命令 全部赦免 至于以后 民主党用什么罪名 再收拾他 那另说 先把缓冲十千 争取到了再说 问题是 特朗普此例一开 以后的美国总统们 会怎么玩 你在任上四年 玩出天大的货 你一直设令 把自己赦免了 那以后别人怎么弄呢 是不是意味着 每一届总统 都可以充分利用这个权力 在任上怎么折腾都行 真把美国玩坏了 大不了 赦免自己一下 万事打击 而且 如果宪法不修改 这个漏洞不堵上 那以后选举又怎么选 会不会出现一种严重的 不对等态势 在任的总统 为了让自己连任 那就可以采用 各种非法手段了 成本几乎没有 就算我这连任失败 那最后我也可以 安安全全脱身 这相当于玩游戏 给自己开了挂加了命 用宪法 给自己开这么一个挂 所谓的民主也好 所谓的公平也好 所谓的正义也好 那就真的没法去维持 你这么干 让美国的政客怎么想 让后继总统怎么干 特别是 让国内这么多歌颂 美国民族的公知 要怎么夸你才好 特朗普是不是真的会赦免自己 这个事儿 恐怕以后会掀起更多的波澜 因为这对美国的法治 对美国未来的选举 都是一个强烈的冲击 这种冲击 对我们来讲 又是一个大瓜 我们好好看热闹就行了 好 关于这个话题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 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 我们明天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